看一下有關那個錄製聚集的動作 那所謂錄製聚集就是在開發人員裡面 那這個開發人員 其實呢 你之所以會打開 為什麼它會隱藏起來 理論上大部分人 其實都不需要 因為你又不是開發人員 你幹嘛把它打開 但如果你把它打開的話 相對的 其實你可能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因為你就慢慢要變成開發人員 又是你要做開發人員的事情的意思 那當然呢 就是在一般的使用的位階上來看 你就由一個應用人員變成設計人員 因為它可以讓你自己設計出一些東西 所以可能要慢慢提升 各位有點心理準備 因為你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 你就要 就是要多學一點東西 那其中的話呢 當然各位可以看到錄製聚集 錄製聚集這個功能的主要就是 你可以把你剛剛做的動作全部錄下來變成一個按鈕 那比如說我以 剛剛這個例子來看 一 不過請特別注意 你要把剛剛的動作先熟悉 熟悉完之後呢 再開始錄製 因為錄製的話就跟你那個 上鏡頭一樣 不能NG的 NG的話那就要重來了 像那個 上個禮拜我剛剛跟各位講那個TVBS啊 他那個真的就一個大的鏡頭對著我 我剛開始其實我不是很容易緊張的人 但是呢 在那種情境底下還是會有點緊張 然後就會 就不是就真的NG了 然後老師你可不可以放輕鬆啊 你可不可以看鏡頭不要亂看 OK那 調適一下啦 不過當然很快可以進入狀況 那一樣的道理 錄製聚集 也是 差不多的道理 你不要亂錄 然後呢 錄製之前你要先準備好 開始 第一步 游標先放在 可能除了 B2以外的位置 因為你等一下這一段要把它錄下來 那我錄一次給各位看 1 錄製聚集 點下去 二的話呢 那個劇集名稱的話 也許你可以 把它取一個名稱叫 資料剖析好了 資料 資料 打錯了 剖析 然後呢 按確定 不過按確定之後呢 就有點像那個 那個攝影機對著你 就開始了 Camera 就是 就開始了 OK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你你就要開始把剛剛做的動作全部做一遍 OK已經有一個把它取代 好 1 選取 B2到 B8 2做什麼呢 按下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3的話固定寬度按下一步 4的話呢就是分別把這個長 寬 高分別做選取 123 下一步 然後呢 最後呢把這些不賄賂 這些不賄賂 不要的部分就不要賄賂 然後最後呢 目標儲存格呢 把它放在 B2裡面 最後直接按完成 然後呢 是否取代 目標確定就好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錄製好一個 這個 我們要的 一個劇期啦 最後呢 開發人員的部分呢 再切回來呢 它會是 本來是開始錄製啦 那現在的話就會變成是停止錄製 所以記得把剛剛的動作停掉 那停掉之後的話呢 也許你再多錄一個 清除這個範圍 也許我們就是再多錄一個錄製 那叫清除好了 再一個清除 反正我們等一下就產生兩個按鈕好了 清除 好那清除哪些範圍 1 把C2到 E8的範圍先選起來 2的話呢 按個deleteer 好那這樣的話我就把它清除了 然後呢 一樣停止錄製 所以呢 我剛剛錄製了兩個 兩個劇期 那這兩個劇期要怎麼執行它呢 錄製完之後 如果你沒有錄錯的話 你可以切到它旁邊有一個叫 檢視聚集 就是聚集這個 裡面理論上呢就會有兩個聚集 一個是叫資料剖析 一個叫清除 那資料剖析如何執行呢 很簡單旁邊有個執行按鈕 你可以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按確定 它執行了 另外清除的話也是這樣 清除 執行 它把它清掉了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剛剛的動作 它已經幫你全部做完了 但是 你要執行稍微麻煩一點 因為我必須要在這邊 做執行 那如果我說未來呢 你希望 不要 那麼麻煩 你希望怎麼樣 你可能不要在這邊執行 直接旁邊如果增加兩個按鈕 按下它 自動幫你完成的話 那這又該如何做呢 所以第一個啦 我想各位先把那個聚集錄完 從 聚集裡面執行 再來呢如果說你要把它變按鈕的話 請記得 在開發人員裡面有個插入 找到那個 插入裡面有一個所謂的 表單控制向下方有一個按鈕 其實就是這個 你可以利用這個按鈕 幫你產生你要的對應按鈕 以後按一下它 它就可以幫你重新跑過一遍 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插入裡面有一個 按鈕 然後接下來呢 它會出現實質的形狀 這個實質形狀有點像你使用Photoshop一樣 你可以畫繪圖或illustrator 由 左上 到右下 拖拉出一個按鈕的大小 大小由你決定 也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大概就這樣好了 OK 然後呢 這個時候它會彈出一個畫面說 請問一下 你要 當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呢 要幫你執行哪一個聚集啊 那你就把它 選那個資料剖析 然後把資料剖析上面四個字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呢 基本上 按確定之後 它的按鈕名稱不會叫資料剖析 而叫 按鈕1按鈕2 那為什麼要複製呢 其實就是要貼上 資料剖析啦 因為如果你不用貼上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那我的習慣是 複製貼上比較快 OK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已經做好一個 按下它看它會不會OK 按下OK了 那按鈕你就做出來 所以以後 你如果不寫VBA 不寫任何程式呢 也能夠產生程式的方法 就是錄製劇集 那清除怎麼做 一樣在 利用那個插入一個 表單控制項的按鈕 把清除也做出來 拉一個清除的按鈕 然後清除 把清除兩個字複製好了 然後 再把游標放裡面 把按鈕3 delete掉貼上清除 清除 資料剖析 OK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你們的 利用那個聚齊錄製的方法 幫你自動寫出程式了 那其實呢這個背後是到底它為什麼可以這樣運行呢 基本上 就是 Excel 他在背後幫你把 你剛剛做的任何動作 用程式 幫你記錄下來 也就是說呢他自動幫你寫好程式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說 1 如何錄製聚齊 2 利用那個聚齊裡面的 這個執行功能 不過執行功能當然比較麻煩一些些 就是你還要在這邊執行 所以一般會 希望產生對應的按鈕 那按鈕的話 我是建議啊 其實不要亂點 因為表單控制項有按鈕 下面還有一個 Active控制項有一個按鈕 請你不要選錯了 選上面這個 因為選下面的 也可以做按鈕 但是 比較複雜 比較複雜 我是建議用那個表單控制項 那做完的話呢 你就可以利用按鈕 去幫你把剛剛的動作呢 全部就執行完畢了 OK大概是這樣子 請各位 先試著把那個 剛剛的動作 變成兩個按鈕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呢 未來如果說你的 資料 前面的規格的那個 B欄的資料有變動的話 那你 只要 按下一個按鈕 那你的結果也就自動產生了 你就不用再重複做很多事情了 利用那個聚集錄製的話 可以省掉很多麻煩 但是呢錄製聚集 絕對不是 怎麼講 最好的策略啦 因為錄製完的聚集 還是有很多地方 會不夠 完善 那如果不夠完善呢 其實錄製聚集之後 還是 可以再做修改 因為 不過要修改的話 恐怕就必須要涉及到什麼 聚集裡面 比如說資料剖析啦 這邊有個叫編輯了 你可以透過那個編輯 去把這個資料剖析裡面的程式呢 做一些些 的修改 或者是說你想要了解 那個聚集幫你錄下什麼 比如說程式的部分的話 那你可以再按一下編輯 它會自動跳到那個 這個Visual Basic 其實 聚集也是VBA的一種 它其實裡面也是自動幫你寫完程式 那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當以後前面這部分其實可以刪掉了 這觸解 主要是這一段 資料剖析 這個其實是一個sup 裡面的話呢 它做的動作都在這裡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再 稍微了解一下裡面的相關功能 那當然呢 如果你錄下來的 功能 有一些不完善的 其實呢 還是可以再做修改 並不是不能修改 不過只是說 要怎麼改 我想 這個難度又會 比較高 那 也許是 會放在那個 我們後面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高階課程裡面 在做詳細說明 那請各位 試一下 基本上了解 如何錄製聚集 錄製完聚集之後 如何產生 對應的按鈕 我想這部分請各位先 試一下